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跟我推荐這一家 那我們就來開動吧 我們先喝喝看他的湯如何吧 他這個味道 感覺還蠻適合加一些調味料的 然後他這碗裡面也有滿滿的豆芽菜 落葉掉進來了 因為我現在身後就有一棵室內種的樹 我覺得很特別 有一種別井的感覺 它的肉燥味道好濃喔 不錯耶 那我們來加一點他的麻辣醬吧 然後剛剛店員跟我說他們這麻辣醬很辣 要我小心食用 那我們就先加一匙就好了 我們來吃吃看吧 這真的會有麻麻的感覺 還不錯耶 我們來加一點烏醬吧 在地人有跟我說 來吃米苔木可以加一下他們的烏醬嗎 我們就加一點烏醬好了 在地人有跟我說 來吃米苔木可以加一下他們的烏醬嗎 那我們就加一點烏醬好了 我們就加一點烏醬好了 哇 雖然是一般的烏醬 但是他點綴這個米苔木的味道 他將原本的紅蔥味道 變成說清爽的酸甜的味道 還蠻特別的 嗯 他這個滷蛋 就是原本雞蛋的味道 他味道沒有滷進去 有點可惜啊 我現在人在台東之本的出海口這裡 然後沒有想到說 他這邊出海口的環境 跟想像中的有點落差 不過我們就往前走看看好了 看看這邊有沒有什麼掉點之類的 那我們出發吧 GO 喔 喔 資本的風浪都太大了 好恐怖喔 ançan 今天的浪大都很恐怖欸 我們還是前往下個目的地好了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了台東的仁愛吊下場 這間吊下場是現在台東四間吊下場之中最老的一間 然後稍早有進去看了一下它吊下場的模樣 它的模樣就是非常的...算...懷舊嗎? 不夠OK啦,我們就一起去體驗一下仁愛吊下場的風格吧,GO! 好,然後現場這邊有人在唱KTV啦 所以今天環境會比較吵雜一點 就請各位多見諒 等一下我們要準備開單做吊了 然後今天吊一個小時就好了 那我們就先去開單吧 謝謝 我已經開好單了 它這邊是吊完再去算錢就好了 那我們來坐吊吧 喔,終於有下了,哇... 來吧,孩子,該起來了 嗚咻 喔,第一隻蝦卻是公蝦耶 我覺得OK耶 可是真好硬喔 現在過了差不多... 25分鐘才會釣到第一隻蝦 這是今天第一隻公蝦 我覺得這體型算OK啦 嗚咻 喔,有號囉 喔,有號了有號了 嗚咻 頭頂上開槍 嗚咻 喔喔喔喔,來來來來 喔? 全都公蝦耶 唉唷 而且還正式的 嗚咻 喔,想說剛剛有訊號怎麼都沒有成 嗚咻 喔,原來是他咬住了沒有走而已啦 OK啦 現在也高了35分的 那我們就準備來收單 算下量吧 好啦,我們就釣一個小時就好了 他前兩個小時是每個小時200塊 然後第三個小時又100塊 我覺得還不錯啊 這個價格很不錯 那我們來銷單吧 好啦,那我們就來馬路邊算下量好了 好像上次在馬路邊算其他量是在屏東行月券衣那一次吧 不過今天這邊是裡面太熱鬧了 那我們來結算一下 今天釣一個小時200元 有幾隻蝦子吧 OK啦 1 1 2 3 4 5 5 不過他今天放個蝦量有符合到他這個價位水準 我覺得是OK的啦 好,那我們來秤一下有多重吧 好,那我們一樣拿出我們的台金秤齁 好,來,手秤已經歸零囉 我們來秤一下有多重吧 喔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6兩 今天以這個收費 然後有這個量我覺得算不錯了啦 只不過就是他KTV沒有那種包廂 所以有客人在那邊唱歌的話 他一人唱歌是全場一起歡樂的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把蝦子料理料理 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吧 剛剛稍早我去買了李家臭豆腐 還有一間刀削麵炒麵 那在火車開之前我們先來試試看 拿去上車 畢竟臭豆腐這種東西我覺得 我們還是在外面吃會比較好 雖然說這次旅途發生了很多事情 都成為點點滴滴 然後也留下了一些遺憾 他這個炒麵好棒啊 他一份炒麵要100塊 可是加20元升級大份 然後沒想到他炒麵是這個樣子 而且他兩顆炒的料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先來吃一下臭豆腐吧 雖然說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燙了 不過先吃個味道再說吧 這個醬汁甜甜的好好吃喔 配上台式泡菜還蠻清爽耶 好吃耶 他的醬汁真棒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炒麵吧 他的這個刀削麵他真的是現場削下來的 這個味道我覺得可以耶 有一種家常炒麵的香味 可是他麵條再厚 他味道都有炒到麵裡面 這個很可以耶 好那我就先準備上車囉 我們下個旅途見了 拜拜囉 今天就開始了 我們下個旅途 我們下個旅途 就在這次出發 我們下個旅途 我們下個旅途 好多人 我們下個旅途 走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